大家好,我们是猪盆炸友 其实这道菜已经有60年了 在这10年,我一直都想展示我的业务 我们一直在想说,如果我们失去,就只剩猪大汤咯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卖猪大汤一起 所以我会说,这是个孙子的梦想 我们已经开始了三个月 所以我们只想得到结构的结构 所以我们做的不同的是,我们的馆装是有点不同 为了更多的群人 而且我们的馆装是更清爽的 我们花了一至两个小时每个早上,只要做一个馆装 我们在看一些菜类的馆装 像我们的馆装的馆装 因为馆装的馆装是很清爽的 所以其实很多馆装都超过滑 我只是觉得馆装的馆装是很低的食物 不少人认识它 我们也想保持一个传统的馆装 在那里,我们不想让下一代的馆装 帮助这样的馆装 我们的馆装是 做猪茶汉的馆装 做猪茶汉的馆装